欢迎大家回到美洲3600 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上周的车谈大小新闻 第一则新闻,S50近期内就会发布了 近日,Proton的CEO李春荣博士就公开表示 原厂正在为这个Proton SS11 也就是这个S50做着上市前的准备工作 也就是说,这款全新的四门房车很快就要和我们见面了 而根据之前的一些消息 预计新车最快9月份就会开放预定了 简单和大家回顾一下这款车 它的原型车就是来自这个中国的吉利地套 它和X50一样都是基于这个BMF平台打造的 它的车身尺码比B-Segment大但是小于C-Segment 在空间的部分,这款车和Proton Private的车身尺码还是蛮接近的 因此基本上可以被看作为Private的接班人 不过关于这款车的最大卖点,并不是空间 而是质感以及配备 在内装的部分,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 原厂在这款车上采用的做法是和X50一样的 也就是基本轮廓会和D豪一样 但是配置上会有所调节 比如说中国的D豪是有电动座椅调整的 但是马来西亚版本则是没有了电动座椅调整 但是其余的细节,比如说氛围灯这些等等都会获得保留 不过你千万不要因为这样就小看这款车 因为根据中国媒体的实拍,这款车的内装质感 还是超越很多通缉的 那么这款车早前在我国就经历了多次的道路测试 而在最新的叠照中,已经可以看到是这个右驾的车型了 另外部分测试车的画面也被拍到 大镜上有这个Adax的先进主动安全配备的传感器 因此预计这款车会和X90一样搭载最新的Lever 2 Plus的半自动驾驶辅助系统 而根据我们获得的消息,这款车已经投入生产当中了 所以相信很快9月我们就可以见到这辆车了 第二则新闻,Alpha还有Wilfire正式宣布开放预定了 UMW Toyota已经正式的公布了新一代的ToyotaAlpha还有Wilfire在我国开放预定 这一次这款车在本地将分别引进2.5L NA还有2.4L Turbo引擎的车款 不过引擎配置和日本市场首发的引擎配置稍有不同 在热轨的Alpha只有2.5L的自然进气引擎 而Wilfire只有2.4L的涡轮增加引擎 而这个2.5L的混合动力引擎则是两者都有 但是大马版暂时没有这个Hybrid版本的选项 而Wilfire搭载的是2.5L的自然进气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180HP峰值能力表现235Nm 至于Alpha则是搭载2.4L的Turbo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276HP峰值能力表现430Nm 预计售价Wilfire将会从马币438Nm起 而Alpha则是从538Nm起 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你可以点击上方的小八点 回顾我们曾经已经做过的相关视频 既然这个Alpha还有Wilfire已经开放预定了 在座的各位老板们不要等了咯 订车了咯 第三个新闻Toyota Corolla Artists 小改款已经开放预定了 在这次小改款的车型上 新车的起步售价 从这个马币139,800块起 而这款车小改款起步售价是134,888块起 也就是说起步售价相比之前小涨了大概5,000块 而在小改款上 原厂继续维持了 1.81和1.8G的双车型销售策略 并且这次也首次加入了GR Sport的套件选装 要加5,000块马币 至于有没有限制哪一款车型 我们就暂时还不知道 在外观的部分 这次小改款的车型 外观变得更加精致 原厂针对它的多变形水箱护罩进行了部分的优化 同时在保险港上的雾灯座 附近也有添加了类似镀铬失调去点缀 另外这款车也用上了新的轮圈设计 其余细节则没有太大的改变 而这次原厂为它带来了万众期待的GR Sport套件 在原车架的基础上加上这个5,000块去选配 它包括了GR的前后保险港 以及测询 还有这个18寸轮圈 还有黑色的side mirror 还有这个带有GR徽章的皮革座椅 和经过GR调校的悬吊 除了让车子的外观和内装看起来更帅气之外 更运动化的悬吊设计也能带来更出色的操控表现 销售员就确定了这个小改款的1.8G的车型 将会有这个12.3寸的数位化仪表 而这个1.8G则是会维持传统的指针式的仪表 这款车在泰国市场就升级了9寸可支援 无线Apple CarPlay和Android Auto的中控出品主机 暂时就不知道我国是否会跟它们一样 至于其余的细节 设计则是和小改款之前大同小异 那么在引擎的部分就和小改款之前 维持了一致的动力配置 原厂就为它搭配了这一具1.8L Dual VVTi的 自然进气引擎 搭配CVT变速箱 有着最大马力表现137HP 峰值扭力表现177Nm 再参考之前官网上的数据 这款车的扭力从之前的172Nm 稍微提升了5Nm 虽然目前部分销售已经开放给顾客预定了 但是这款车还未在我国正式发布 而根据我们得到的非官方消息 这款车最快会在8月份正式在我国发布 那么不知道大家会期待它的到来吗? 第四则新闻 Prodot未来的新车介绍 Prodot的高层曾经就表示 因为零件供应的问题 原厂每一年只会推出一款新车 那么大家都知道 今年的新车是Asia 那么明年会是什么车呢? 根据我们获得的消息 在明年原厂将会有一款全新的B-Segment SUV 那么2024年的新车 实际上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这个D66B 这款车也是之前在印尼市场发布的Yavis Cross 新车采用的是DNGA B的平台打造 主要的竞争对手就是Honda Elevate 那么这款车将会采用1.5L的Dual VV Ti自然进气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106PS 峰值扭力表现138Nm 另外这款车也会推出1.5L的混合动力版本引擎 不过GC Dota版本将会抢先在2023年内发布 至于下一款新车 则是早前不小心被曝光的大改款买比 开发代号为D01D 不过目前关于这款车的消息并没有被泄入 仅知道原厂预计会在2025年初发布这款新车 没有意外的话 这款车将会基于全新一代的Dihasub Bond打造 同样是DNGA B的平台打造 同时在引擎的配置上 将会提供1.5L Dual VV Ti的自然进气引擎 还有1.5L的混合动力引擎 第五则新闻 2023年的Honda CR-V再度现身测试 全新一代的2023年Honda CR-V再次被拍到现身我国进行道路测试 而且本地的生产工作已经正在进行中了 预计新车最快将会在9月发布 其实它早在2月份的时候就被拍到现身我国测试了 距离目前已经过了大约5个月的时间 因此相信原厂是已经完成了新车上市前的测试 并且目前是已经准备投入生产了 不过目前我们还没有收到相关的消息 或者是试驾的邀请 所以还是要耐心等待一阵子 至于引擎的部分 泰国市场是有两种引擎可以选择 相信本地的配置会跟泰国的一样 第一款就是1.5L的VTAC Turbo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为194HP 峰值扭力表现243Nm 匹配的是CVT的变速箱 基本上是和上一代一模一样 至于第二款就是2.0L的EHEV混合动力版本 最大马力表现为204HP 峰值扭力表现335Nm 这个版本除了动力更强之外 油耗也更低 相信对于注重油耗表现的消费者们会很有吸引力 而Honda Malaysia 近期也力推EHEV的车型 因此本地市场应该也会有这个版本 除此之外 Honda Sensing的先进主动安全配备功能 也在这款车上获得了加强 除了这个带有Stop&Go的SEC主动定速巡航 还有车道保持辅助 还有远近光动自动调节等等常规功能之外 新一代的车型 这个侦测的精准度也有着进一步的提升 而且原厂在国外也增加了紧急回避的功能 还有加上这个360度的镜头 这绝对会是一大卖点 最后今年年初呢 原厂就公布了他们今年会在我国发布4款新车 其中第一款WRV已经在大马开放预定了一段时间 相信近期内它就会正式发布 而City Sedan小改款 据悉也会在8月份上市 所以我们猜测CRV的发布时间 很可能是落在9月或之后 好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节目的内容 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们分享订阅还有按赞 我是CK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